医生反应的就反应 如果医生不能帮我们解决就怎么样 就放下他 就是我们已经尽心尽力的去处理他了 可是医生还没有办法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放下他 若说 师父就说 为什么会得到重点 我要去洗身浪 那就不是面对他嘛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吗 师父常常有说过一个故事 剑玉经的故事 有没有听过 就是佛头说 有一个人被毒剑射到了 他第一件事你要做什么 他急救对不对 不能再说 为什么是射到我 为什么 这件这个剑到底是什么材质做 是什么毒药 涂了什么毒药 到底是谁 要这样子吗 这个就不是面对他 就是重见了 我们刚快去送医疾救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哪有时间问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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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都是怎么样 我们好像都是做这种的 对不对 就是 为什么又是我 为什么不是别人 为什么巴巴水在发生一次在台湾 为什么又是在我们消灵症 为什么 为什么个大癌症是我 我们好像只有这样子 可是师父跟我讲 要怎么样 一个就是面对他 就是接受他 他就处理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有过去 有未来 那过去的事情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了 所以我们要什么 要惨贵心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师父跟我讲说 这惨贵要惨悔 对不对 这惨贵 惨悔 惨悔则安乐 对不对 这是跟我讲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 常常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去马上去面对他 去接受他 不要问为什么的时候 这是很正向的能量 对不对 我马上去做 我们惨贵心相信不需要我们真的做错 做错一些事情 还有现在的这样子的世间大事 那其实我们的心就有健康 对 那我们会烦恼吗 那烦恼会少很多 这次的师父常常说 为什么要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不要忘记什么 问为什么就是 这个现在不断的在自己这样子 那我们常常就是在那边受伤 所以跟菩萨知道怎么用 要面对他了吗 我相信各菩萨都用得很好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 都很有智慧 所以其实师父他 真的是进行奏献生命 师父 师父从一开始 缺果的时候 当小伤医的时候 师父为什么要出家 为什么要一生做休息人 师父的触发心是什么 快点再考试 好 大声一点 老板 你都很有知很没有做 你们真的有体验到佛法这么好吗 有 有 悟起来 这是不是很多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幸福 对了 是很有幸福的 我们知道还会调性 我刚才一开始讲 真的有人反正不会调性 为什么是我 然后心里又没有依靠 然后心里又没有依靠 失去父母的时候 我们心真的是没有依靠 那种心真的是很渴 很痛苦 所以我们学果真的是很有福报 所以其实昨天我去联合电器 去伯化电器 伯化电器 然后我就看到缺点 看到一个缺点是说 我们好像法谷三世去带动宋念的 对不对 不是宋经团 对不对 我们法谷三世因为要改善 伯化电器的一些错误 所以我们是带动宋念 而不是一种形式 所以我跟我们那个地区的菩萨讲说 我们叫做带动宋念 不是叫 不是去送基督 那我们要跟对方讲清楚 这是我们平常的理念 叫带动宋念 因为带动宋念是让整个会传 是像一场博士 而不是 只有我们宋念就几个人 那宋念完的时候 那个父母亲往跑有道理 再到 我说这样子没有意义 说你们要跟他们讲 请他们全部来参加 为祂送心 这样是帮助祂最大的 这个就是什么 我法谷三世上的理念 不是说这种是行事化 所以 就是因为 佛法他真的很好 可是怎么样 误解了人很多 误解了人很多 以为像我们帮祂送进去 就好像有什么功德一样 其实我们是带动的 真正的道理是 他们为祂送命 清流的那种 那种感应力 那种 为祂祝福的那一个心 祂真的成功得到利益 是这样子 所以师父他从小就知道 佛法这么好 佛法这么好 误解了这么多 然后到后来 师父这个我们都看得到吗 就是这个是2008年最后次的水路法会的相片 然后中间这个是几号 几号的相片 1月3号 1月3号 高唱在这边最爱之后 所以这1月3号的 这是什么 1月3号 睡末关怀 睡末关怀嘛对不对 这个啦 这个才是1月几号 记得好1月几号 对这个才是1月几号 所以师父是不是有没有 师父为什么要出来 你们知道吗 师父为什么要出来给大家 或是要出来 因为师父说 大家都会师父送进 所以师父要出来看看大家 所以师父那天就特别从医院请假 所以医院17号 师父就先去农村寺 然后又去迎来寺 又去文化馆 因为师父要感恩大家 为他送经期 所以师父是要出来 感谢各位菩萨的 所以师父是进行这种献身 离到他的最后一口气 所以师父他没有做得很好 这叫做言行一致 没有进行到先生 所以师父说老人家 好像说你老的好像做不动了 所以师父他说什么 资源回收 有没有 有没有 老人是很有用的 真的啊 为什么老人很有用 因为其实师父说每个人活着 都有他活着的意义 虽然他没有什么事情 可是如果说活着一天 对家庭还是有一些贡献的机会 对家庭 因为我们的存在 所以家庭能够得到更大的温馨 所以我们一个人活着 其实不管做了很多好不好的事情 把师父放在那里面里走 其实这个刚才有讲过 就是师父啊 就是常常 我常常接着师父去这样 有时候会去走 其实师父第一句问的都是说 最近好吗 你有没有吃饱 有没有睡饱 还没有睡饱 然后就去睡饱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资者这样讲 其实都怕我们 照顾师父这样 怕我们太累 所以师父都会这样子问我们 其实师父也是一样 不管是对我们 对一些菩萨说 最近好不好 对不对 最近工作 事业是不顺利 所以师父其实 就是不是就关心我们常住 我们一些菩萨也是 称为常说 最近在美国好不好啊 在大陆好不好啊 工作顺不顺利啊 或者是说 最近法会的人多不多啊 会上次关心大家 或者是说 常注重 有没有些人要起的烦恼啊 那你这些指示啊 要去关心他们呢 这是我们的师父啊 所以师父常常就是 就是为了什么 建立一个清静的身份 为了一个 一个对身为有共性的安定的力量 一个教会 你这种赐送地址啊 其实都很重要 那我刚才想到 刚才想到说 为什么诵经结缘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是 八路上带动我们送念 因为不是说 我们法师去带动送念就算了 我们师众弟子都有责任 共同去推动 师父的理念 因为今天 贵菩萨都很好 今天可以出去说 我是圣灵法师的弟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